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用樱米和花生来做一道传统的小零食 这种樱米是用糯米处理过的 大家可以去超市里买的到 锅中倒油 油温5成的虾肉花生米 炸好后捞出来 再倒入鸚鱼 三秒后捞出 放入鸚鱼 熬到其他泡就可以了 然后再倒入花生米 倒入炸好的米炕 让它们拌匀 准备一个方正一点的模具 给它抹匀 拌好后撒到模具里面 然后给它压紧 压紧后给它放凉 放凉后倒出来 然后将它切成块 切的时候不要放的特别凉了 给它有点温度的时候切 一道好吃的花生米炕糖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 进入鸚鱼 撒到咸鱼 感谢观看